农油券3.0推出 农委会在适逢中秋之际 鼓励民众烤肉买食材 挑选当季营养的农余产 民众只要在农油券活动合作业者 及四大农委会合作平台 购买文旦 石斑鱼 白带鱼 竹甲鱼 五载鱼 台湾鱼等六项农余产产品 消费满600元以上到APP登入发票 就能抽200元农油券 我今天要跟所有的消费者报告一个何康的 就是要推出我们的农油券3.0 那我想在农油券2.0的时候 深受大家的喜爱 其实我们做了问卷调查 满意度高达9成7 在这样的满意度底下 我们发现所有的3000多家的业者 新增加的客源是超过6成 而且这样带动整个农渔村 超过500万的人士来到我们 我们的农渔村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所有3000多家的业者里面 包括我们的农渔会超市 包括许多卖 唤售台湾农产品的业者 以及我们的休闲农场 有8成4的业绩是非常有具体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所有3000多家的业者 待会市民总監事可以分享 9成9 都希望农委会可以再次的来 发动我们的3.0的农油券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投入蛇益 我们创造了高达70.7亿 这样的一个收入 其实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支出 对这样的一个收益 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因为有2.0的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推动了我们的3.0 这3.0的活动是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中秋节来剥文旦 来吃石斑 我们的六吃新外 那六吃呢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文旦 接下来当然包括我们的石斑 我们的白带鱼 我们的竹甲鱼 我们的乌鱼 跟台湾雕 那什么时候开始 从今天开始 那一直到我们9月底 你只要在这一段期间 到我们所有3000多家活动的农油券 活动业者 以及我们还有四个电商的平台 只要在这里购买 你都有资格可以来抽农油券 所以我们有两波 第一波就是8月8号到9月30 欢迎一起来采购 第二波等到抽到农油券之后 我们欢迎再到我们所有的3000多家的农油券业者来消费 那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大家都有手机 你只要下载 其实之前已经有超过好几百万的消费者 都有我们的农油券的APP 在APP里面 你只要点进去 那有一个叫店家查询 店家查询里面 有一个活动 叫做拨文蛋 来吃石斑这个活动 晚之后 你看你要想去哪个县市 全台湾各个县市 都有我们丰富的农油区的产品贩售 也有许多的生态休闲农村的旅游 那你就可以点相关的县市之后 你就可以到你所想要的 这样的一个店家来购买 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受益到 不只说让大家认识我们 全台的这么多的农会 跟这些农特产品贩售点 然后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管道 可以来知道吃到 我们台湾最棒的农油产品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 因为在我农会的超市的话 大家因为农油卷而认识的农会 然后来到农会之后才发现说 农会其实卖的是 所有全国的最优质的农特产品 那还有就是我们当地 小农青农最棒的产品 简短了一个我们的食物的里程 跟我们这个减碳其实是 也是一个相关 然后来就是说 农油也不用为了这个农产品到处 尤其我们现在小农青农 为了这个农产品到处奔波去买去做宣宣 就是广宣 那其实透过农会这个平台 大家来到农会的之后 把他们的产品都带回去 我觉得这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那而且我觉得因为农会的本质就是要帮助这个农业 农业都是要帮助农业 然后给农会发挥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然后让社会大众对这个农产品有所认识 然后我觉得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想就是说 今年在推凤梨四家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说 我不要吃凤梨四家 我要吃那个大伯 他们认为说凤梨四家就是外小材料的 然后他们不要买 后来我们很认真去推之后 我发现消费者反而觉得说 大木的凤梨四家一起就偏甜 那那个大木的四家是比较甜甜 然后那凤梨四家酸酸甜甜的 微酸微甜的风味 反而大家会喜欢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藉由这个农邮圈的推广 鼓励大家来吃 然后这样的话 反而是我们一个农产品 推广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觉得 在我超市那边的收益 那当然也是因为 有农邮圈之后 大家认识了我的超市 让我们的业绩真的有成长 可是我觉得这个成长 在我们协助到更多的农产品 更多的小农青农 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 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那也是发挥我们农会 应有的种子 就是照顾农民 增加农民的收益 然后让我们农村经济可以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一个很赛的循环 这个石斑鱼跟这个 鱸鱼还有台湾雕 是台湾大宗的养殖鱼种 那竹家鱼跟白带鱼 是近海鱼种 也是目前台湾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外销的鱼种 都是具有高品质 以及高基地价值 像这个石斑鱼 石斑鱼在台湾常见有三十几种 那有养殖的这个部分 大概有十几种 十三种左右 那我经常在外面看到这个餐厅 招牌如果挂着说 深门海鲜 我想到的就是石斑鱼 因为它是底气性 肉食性 活动力非常强 那目前台湾的这个养殖的石斑鱼 大宗还是龙虎斑 那我们知道说它是有公的 这个龙胆石斑以及母的老虎斑 经过人工配种培育而成 所以说它有这个龙胆石斑的 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 而且有老虎斑的这个细致的肉质 这个过去都是在高档的餐厅里面 才吃得到 那另外像我们的鱼鱼 它有少吃 而且它的鱼油脂丰富 它的这个肉质鲜美 这个部分我记得以前 早期在乡下 或是说一般的这个民众 还有俗愿说 或是说有些人讲说 或是说有些人讲说 五花鱼都排在第一位 就表示说这个是高级鱼的 一种代表性的一个鱼种 那现在这个文化鱼除了泉鱼之外 有做分切蝴蝶切 或是说我们的这个鱼叶杆等等 食用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像另外一个品像像台湾鱼 台湾鱼也是台湾的养殖鱼业之光 我们知道的早期的这个吴郭鱼 经过不断的这个育种品种改良之后 现在是体型比较大的这个台湾鱼 我们现在都有各种的一个认证 行销到欧美 行销到欧美 也是我们国产里面 CP值会非常高的一个国民美食 像现在中秋节 这个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烧烤的鱼种 往往也都是非常好的烧烤鱼种 那白带鱼跟这个竹家鱼呢 这个也都是我们近海的非常好的好鱼 那我们都知道说鱼肉是最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除了营养丰富之外 它的这个不饱的脂肪酸 EPA DHA等等 都可以预防性血管疾病 或是促进小朋友发育等等 这个都是灰炒 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多吃鱼多健康 那现在鱼汇生产的这些鱼产品 都是有事先检验 而且在有认证的加工厂 处理三清真烘包装冷冻地温栽培 整个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 即日起在三千多家农鱼会超市消费 买六百元可抽两百元 预计发送三十万份刺激买气 10月5号抽农油券 获奖民众可以在年底前再消费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